记者詹香晚台北报道,黄子角,吴珊如主持公事直播一致节目一呼百应,首级来宾找来王仁甫和许孟哲,两人展现5566合作无间的功力多下手胜,谦称联手多胜,刚好运气好。 王仁甫表示提醒相当生活化,如果今天是单枪匹马赴会,纵使有两块免死金牌,应该玩不到15分钟就会惨遭封杀出局。 王仁甫表示,日前陪季秦去医院看医生,医生顺口问季秦,有没有准备就读国中七年级的女儿,并跟他们夫妻宣传,今年生上国中七年级女生, 11月江河免费师打子宫静癌疫苗,王仁甫才知道子宫静癌疫苗师打是12岁,他也会找时间带女儿来打疫苗。 许孟哲面对高难度天文题,他也轻松顺利答对,他表示要感谢在NASA工作的舅舅曾告诉他,今年NASA准备发射派克号升高,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艘直接飞入太阳大气层日免的无人探测器,他才能够顺利答对。 连粉丝也留言,许孟哲超强的。 公事一呼百应主持人黄子角,左、吴珊如、右、何来宾王仁甫,左二、许孟哲。 公事提供。 公事提供。